二人一天宿一起爱地球 如果你有吃素就会把动物全部撒 然后地球就会生病 因为做很多动物死掉了 动物死掉了怎么样 就没有动物了 马来西亚新山慈祭幼儿园的孩子们 邀约爸爸妈妈一同响应无数爱地球 有趣可爱的蔬果图案 简单可口的饭团 孩子们是用心准备 最重要的是启发孩子的慈悲心 他们会不舍得去吃那些小动物 他们觉得小动物跟人类是好朋友 以后长大可以变一个有爱心的人 不只爱自己 爱家人 爱整个社会的人 孩子热心推广 家长也认为这是对的事 积极响应 千属无数 很多动物被吃掉了 谁吃掉动物 人类 想要吃素 想要吃素 全球化的一个趋势就是吃素 那么要怎样改变 我觉得可能就是要从小开始 如果是说从幼儿园就开始提倡 让他们了解吃素的好处 我觉得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饮食习惯 促使爱地球不只是孩子们的口号 家长们也陪伴孩子为尊重其他的小生命 和保护地球生态而一起努力 大爱新闻 真正美之宫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